这是我们上个月在阳美空旁投中的一份石头 这块石头呢是39公斤 我们是以183万8千投下来的 这块石头有两个堵线 例就是堵它的裂 看它的裂下面会不会少一点 还有它的颜色下面会不会再多一点 当然我们买原石的话 很多时候都是玩好的那一方面去想象它的 不然的话其实很难可以投得到 因为现在整个市场就是一个蓝多肉少的状态 所以我们也是硬着头皮加了20% 就是以180多万把它投了下来 现在呢我们把皮片没有画到手中的地方先切下来 因为在皮片这里有一条小四根 剩下两床大的呢我们也把没用的皮切掉 然后直接上线切 以1.35公分的厚度切 因为面积比较大 所以切一片的时间大概是十几二十个小时 我们首先把切下来的两小床带有四根的 我们先来把它顺着裂切 这两床白的部分呢其实就是普通糯饼这样子 所以几乎是没有价值的 所以我们直接把颜色直接夹出来 在这里还是要跟韩外的朋友说一句 动作危险请不要模仿 顺着裂切呢不断的把它们分削 一直把白的部分还有裂全部切掉 剩下颜色的部位 这两床的颜色呢要比画手中的部位还要好 只是这个部位实在是太多裂了 所以我们只能一件一件的把小颜色给取出来 这件呢是整块的石头切出来的第一件材料 第一件 现在我们试一下效果 把它打磨成一个大面看看 因为我们只是初步的要看一下它的效果 所以只是打磨很有泡量 并没有把它做得完全的成型 效果现在已经可以看到了 色和肿水还算是不错的 但是它的肉稍微的粗了一点 我们接着切吧 看一下全部能切出来多少的数量 虽然说是同一条色跟切出来的东西 但是有一些地方它的肿好一些 有一些地方它的肿也比较嫩一点 有几件呢颜色也比较阳 有几件的话颜色也比较辣 这就是我经常说的一块石头呢 里面的部位是非常多的 切下来PB的这两小砖呢 全部切下来就是这么多 大大小小也就二三十一件吧 Ready Yeah Let's drive Come on 两边分别都以1.35公分的厚度切出来的一片 这一片呢是从比较薄的那一砖切出来的 在这一片切出来之前呢 我脑海里幻想的其实是 它下面的颜色更多更好 可是切出来这么看呢 Oh my god 它的颜色比石头的面上还少了一点 第一片就这么不理想 后面真的不敢想象 我们来看另外一边的第一片 另外这边的颜色在石头的时候 就已经看得出是比较少的 所以切出来它的颜色少 并没有什么意外 目前能看到的信息就是 画手镯这个位置附近的色它比较大 但是在黑衣的这一条呢 附近它的颜色反而多了 因为拍摄角度的原因呢 还有大家是隔着屏幕 所以没有我们看实物这么直观 有一些地方因为也画不到手镯的 大家也看不到 有一些颜色在黑衣的附近 大家也是一样很难的看得出 虽然说 现在第一片写出来 心情挺低落的 但是我们还是把手镯画好 把它套出来看一下吧 心情再低落 也要用这个无敌的风火轮把它套出来 其实呢 经常切原石的人 它的心态还是算比较稳定的 我觉得我们 就是见惯大风大浪 外圈这样套出来看呢 效果其实真的算不错 它这个呢 肉细 但是它的肿不老 肿偏嫩一点 但是它的神迹非常的好 而且呢 带着一点淡淡的紫若狼 这样和绿搭配起来 其实看起来也挺清爽的 这两条呢 就是两个石头面上 最好的部位的手镯 手镯的效果 我们还是很满意的 可是呢 就算效果再好 也需要再切除多一些的数量 不然的话这个石头很难保持 盖子这一边呢 真的是越切越不理想 颜色变大了 而且颜色走向列的那一边 根本画不到什么 有大价值的手镯 反而底部这一面呢 本来在石头的时候呢 它颜色并不多 现在这样切一片 好像颜色越来越多的那种感觉 最重要的是 它的颜色能画到手镯 虽然说能画到颜色的手镯 当然是最好 但是没有画到颜色的手镯 我们也一样会把它套出来 基本上呢 更多的颜色都是在材料上面 目前切出来这么多看呢 手镯是比我们预想中的贬值了很多 但是材料呢 它的颜色反而多了很多 材料是增值了 我们把切好的材料呢 先拿出来卖 就在这批材料成交之后呢 小伙伴传来的好消息 底部的颜色是真的越切越好 越切越多 而且这些颜色多的地方呢 这一次都可以画到手镯 其实从一开始切出来几片之后呢 我们都已经是准备 这个石头是要亏本的了 但是切石头真的是封灰入壮 就算是切到最后的皮 它有颜色 其实不管做什么生意呢 我觉得都像做过山车一样 会有起伏 特别是飞翠这一行 这一只手镯呢 就是我刚刚说的颜色多 而且可以画到手镯的位置 现在我们也把它套出来了 因为这块石头呢 它有39公斤 它的盖子还有底部呢 总共切了12片 所以我也很难一一的详细 跟大家全部都说出来 现在我们把这块石头的一些 手镯展示出来给大家看看 现在看的这一条呢 算是里面颜色比较多的 其中一条 因为实在数量比较多 所以有一些一套出来呢 就现场卖给了寒家 还有一些呢 都还没有拍 我就记得这块石头全部呢 大概就切了20多条手镯 有好的也有差的 我们呢 在切完每一个石头之后呢 我们一群小伙伴会坐在一起 回忆一下当初的判断 哪一些是对的 哪一些是错的 还有这块石头切出来的效果 到底和我们预想中的 会不会是一样 经验呢 必须都是从实战里面得到的 最后呢 还是一句话 我们如实分享 是因为这就是我们自己的石头 不管一个石头是赚钱 还是亏钱 我们都会一一如实的说出来 我觉得这也是我的性格吧 我们刚才能是一事的 有特兴 得到 志愿 有特兴